而網路上面就瘋傳了一段影片 有民眾開車行經雲林古坑草嶺路段時 在路旁看到了一個紙箱被攤平立了起來 還用兩個三角錐固定 但是靠近一看這紙箱的背後 竟然擺了一台測速照相機 警方表示從去年12月 就開始進行取締及非固定式測速照相指法 也澄清擺放紙箱不是為了偷拍 而是要防止山區的霧氣造成電板損壞 民眾開車經過園嶺古坑草嶺路段 路邊學校的標誌底下 有個紙箱被攤平立起來 還用兩個三角錐固定 沒想到靠近一看折疊桌上 竟然疑似放著一台測速照相機 民眾看得好傻眼 短短10秒鐘影片拍下來 PO上網路引發網友熱烈討論 從未現場紙箱已經不見 但留下的兩個三角錐 上頭就印著華山派出所五個字 而且警察局就在馬路的斜對面 當地民眾表示這個路段 時常會有飆車族高速競標 高分被噪音讓民眾不堪其擾 警方早在去年12月就開始進行取締 以及非固定式測速照相執法 並在執法地點前方有設置警語提醒 至於為什麼會放回收紙箱擋在照相機前 不是偷拍而是為了防止霧氣 民眾質疑回首指向暗藏陷阱引發討論 但要是遵守規定不超速根本不用怕 結果正義雲林猜不得